好,我们再看一个题目 一根无线长的螺线管 这无线长我只画短短的一点 管内线性物质 管内它不是一个真空 它线性物质 它的词导率是KiM 它单位长度绕有N扎电线 每一扎电线的电流都是稳定的 现在要求空间任意一点的磁场 以前我们求过 直接就用B长的安培定律就好了 以前是因为它里头是真空 现在有磁性物质 有磁性物质 里头的B长就没办法求 像我们刚刚讲的那个铜就是这样子 你不知道这个就没办法求 好,现在告诉你这个字了 你也是没有办法直接求B长 因为你电流会产生H长 H长又会产生Magnetization Magnetization又会产生B长 H长会产生B长 Magnetization又会产生B长 这样子的话 你不知道它的Magnetization产生的B长 是多少 所以我们现在就先求 因为磁性物质存在 先求这个 这个做法跟以前一样 我这里做一个ABCD的 就跟以前长螺线管一样 那这个H里头是一个长数 这个是零 这个地方不是零 就是跟这个垂直H长 跟路径垂直 所以它这个积分 可以分成四段的积分 封闭路径积分 A到B B到C C到D 然后只有AB这一段 我知道H长 跟DL平行 BC 它不是零 就是垂直 就是说 它的H长 在里头就是跟这个路径垂直 这也是一样 这个就是零 它在外面 所以这三个是零 就等于这一个 只有这个数 可以算 这个H长 是常数 把它拿出来 从A到B 如果用到L约掉 约掉 我们就得H长是等于 这个是管内 管外是零 H长就出来了 它用这个 它用这个来计算B长 管外不是磁性物质 所以这个等于零 那么B长 可以带这个实质 这个是零 管外 管外 这个是管外 管外H长是零 所以就是零了 管内的话 这个是 它告诉我们的 告诉我们的 是KiM 那就是KiM 管内就是这个字 管内的资产也可以 可以写成以下的形式 B长 我们可以把这个 写成KiM μ0 KiM 或者写成μR μ0μ或者μ 然后把H长带进来 你用这个表示 就是这样写 你用这个表示 B长就是这个 你用这个表示 B长就是这个 管内物质的表面 磁化电流密度 这个要用什么呢 就是这个里头的 这个表面 磁化电流密度 磁化电流密度 本来是M cross N 对不对 现在我们说 这是一个线性的 磁性物质 它是M XN M等于这个 所以M cross N 就等于这个字 那H 已经告诉我们 等于这个了 N就是半间的方向 N是这个方向 Z是这个方向 Z cross N 就是5的方向 所以它的结果就是 Ki M N I 5的方向 好 现在我们又学了一个H长 本来是B长 现在又学了一个H长 在电学里头 我们本来学的是 电长E 后来它有接电值了 就出现了一个D长 本来在真空里面 我们是B长 后来有磁性物质了 就来了一个H长 那我们知道 以前我们学低长的时候 它的用处是什么 就是高斯定律 你用在 没有磁性物质的地方 很好用 因为 它的Q 就是自由电荷 但你有磁性物质以后 它会激化出 一堆的激化电荷 这个激化电荷你不知道 激化电荷必须要等 你电厂都知道了 才能够求出来 你现在还不知道 你现在要求电厂 所以你这个激化电荷 一定不知道 所以这个没办法用 所以电厂没办法用 只能用什么 用低厂的高斯定律 因为它只跟 Free charge density有关系 那么H长就是 我没有磁性物质的时候 B长很好用 当我有磁性物质的时候 B长就不好用 因为磁性物质 在磁场里面 它会磁化出一堆的等效电流 等效电流密度 你不知道 所以B长就不能做 所以H长只跟自由电流有关系 所以可以做 所以第一场在高斯定律里面的角色 就好像H长 跟H长在B长里面的安培定律里的角色 是一样的 好 现在我们说自由电流 我们可以操控 然而这个束缚电流呢 你就没有办法操控 就是说我这个自由电流 我可以开关来操控 或者是用电阻器 来让电流变大变小 可是这个束缚电流啊 它就跟束缚电荷一样 你没办法操控的 它是来抽热闹的 不是说我想要它就要它 我不要它就不要它 我要它大就大 要它小就小 它不是这样子的 磁性材料一旦被磁化 它就会有这个束缚电流产生 这个时候啊 你不能随便要它或者不要它 开启或者关闭它 没办法 我们知道这个 自由电荷可以control 束缚电流没办法control 所以H厂呢 这个时候 H厂因为B厂跟束缚电流有关 自由电流跟束缚电流 都对B厂有影响 但是H厂呢 但是H厂呢只跟自由电流有关 所以H厂啊 比起这个B厂来呢 更为有用 所以在实验室里头啊 人们谈人们谈到的都是谈H厂多大 谈H厂比较多 谈B厂比较少 然后谈电厂比较多 谈电位移的比较少 原因就是 当我们要制作一块磁铁的时候啊 你要做磁铁 你要让它磁化 磁化怎么磁化呢 就是在磁铁外面绕电线啊 有线圈通上电流 你控制电流的大小 就可以磁化这个物体啊 而你电流的大小呢 我们知道的话 你就可以从H厂的安培电定律啊 就可以算出H值 对不对 算出H值 好 我们比如说我们在处理平行板电容器的时候 你要建立在这个平行板电容器里头 建立电厂 你只要将这个电容器 避免在电池的两端就好了 那么电池两端的电压 可以由电表读出来 你知道电压 就可以算出这个当中的电厂 知道电压就可以知道比如说 它的电容是多少啊 能量是多少 可以算出 知道电压就可以算出电厂 但是你要算这个 两个基板当中的电位移 那你就要知道基板上的电量 那你就要知道基板上 它的电量是多少 因为高时电率的D啊 D.A 做封闭面的积分 就等于QF嘛 可是 你这QF啊 没有仪器可以量 没有仪器可以量出 你有多少电量 电流可以量 这就是为什么 H压压比B压压比B压更有用 电压比D压更有用 它的原因就在这里 好 现在我们比较一下 这两个安培定律 这是H压的安培定律 微分式 这个是B压的 安培式的微分式 好像啊 我们看起来好像 似乎 似乎你只要把这个J 换成JF B 换成μ0H 这两个式子就一样 就说你只要把这个一换 这个用J来换 这个用μ B overμ0来换 就相等了 这两个式子就一样了 但是要小心 并不是任何情况之下 都可以这么换 有的时候可以 但是 有的时候就是不行 因为 只有一个旋渡啊 一个旋渡 没有办法决定一个相量 还要知道它的散度才行 要知道它的divergent才可以 例如 你curlB等于0 curlB等于这个 divergent B是0 那你说这两个都相似啊 那我divergent H 是不是很等于0呢 它就不是很等于 很等就是说 任何状况之下 这个式子都等于0 这才是很等于0 它不是 原因就是说 你看H上本来就是等于 Mu0分子B 解M divergent B 是等于这个字 好 divergent B divergent H等于这个 这里有个divergent B 这一项就是0了 就等于负的 curl 而负的 divergent M 它呢 是等于这个 这个不一定是0哦 只有当divergent M 也等于0 divergent H 才等于0 这个时候啊 B 才相当于这个东西 但是 这个不是处处都是0哦 不是处是 这不是 它不很等于0哦 所以它也 不很等于0 为什么不很等于0 我们现在来看看 什么时候它不等于0 我们来看一个这个 短磁铁半围的 一个很短的磁铁棒 那没有电流啊 就是一个 已经磁化的磁铁棒 我们现在看看 你可能有以下的 不正确的推论 认为短磁铁棒 是永久磁铁 它没有自由电流存在啊 没有自由电流存在的话 而我们前面所学的 H就是由自由电流产生的 自由电流等于0 那么这个当然也是0了 我们是这么想 然后又因为B是 跟H有这个关系 好 这个时候 H是0了 B就等于μ0m 所以磁铁棒的内部 B差 就等于μ0m 我们有这个结论 就是说你一开始 就因为它没有电流 所以它H等于0 所以导致这样的说法 磁铁棒的外面呢 本来m就是0 B差就是0 就好像这个 它没有电流啊 没有电流 你以为怎么样呢 里头 H差 就是根本就没有所谓H差 因为它没有电流 里头B差跟magnetization 有这个关系 外面 外面因为没有磁性物质嘛 没有这个嘛 所以B差就是0了 其实你看这个 像这个 像这个 这个连过来 不要看这段 从这条虚线过来 这个是磁场 因为磁场 磁力线是封闭入境的 但是这个里头有H差 外面H差跟B差一样 里头的H差跟B差 方向相反 这个我们将来会计算出来 所以你这种推论 全然不对 这个例子 这个例子 虽然没有自由电流的存在 确实 CurlB等于0 CurlB等于0 就表示 它这个磁力线 是一种封闭的 封闭的 但是 Divergent H 不是 很等于0 因为Divergent H 是等于这个 Divergent B一定是0 Divergent B是0 Divergent H就等于这个值 这个值是不是0呢 Magnetization 当然只有这里头有了 你如果 在这个地方做一个 封闭的 封闭面 那Magnetization 穿进去有多少 穿出来有多少 它是0 这里头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 但是就是不能在这个边边 不能在边边 断尺铁半 两端 Divergent M 不等于0 因为你在这个地方 我们得 下面一个立体 这是 比如说一个顺持物质 在当中这个M Divergent M都可以等于0 你画一个封闭面 但是这里就不行 你这里也画一个封闭面 你看到没有 从这里钻出来的M是0 外面是真空 里头是M 所以它的Divergent M 就不是0 它只有钻进去的 没有钻出来的 所以两端呢 Divergent M不等于0 因此在两端的地方 Divergent H 也不是0 你在这个地方 在里头画一个封闭的面 封闭面 H的磁力线 专注来钻进去的都 总值得于0 但是你在两端就不是0 不是0 就是这个我们刚刚已经讲了 就是外面 里头跟弯曲面 M是这样子的 外面是0 外面是0 里头M 就是M乘上这个面积 曲面 M跟DA垂直也是0 所以它只有这一项 只有这一项 这项就不等于0 那这个不等于0 就表示 Divergent M不是0 因此对均匀词化的顺词原主题来说 并不是处处都有 Divergent M 等于0的关系 那就是表示 Divergent H不是处处等于0 在这里两端 Divergent H不是0 这个原主题的磁化 电荷密度 体电荷密度是这个 M等于 因为它是顺值物质 就是这个 那我们把M提出来 这个我们前面都已经 这个狮子我们前面 好像有提过 现在如果 如果同时要求B跟H的问题的时候 我们首先要注意 电流分布是否对称 如果对称的话 我们当然 可以用安培定律 那么B厂的安培定律也可以用 H的安培定律也可以用 不过如果有磁性物质存在的话 我们是先用H的安培定律 用这个安培定律 把H厂求出来以后 我们再由H厂来求B厂 不过呢 因为安培定律 不管是B厂还是H厂 它只能用在 电流具有对称性分布的时候 那比如说我们过去 曾经讲过的 像一个圆柱体 圆柱导体 里面的电流 如果是均匀分布 或者是圆柱状的对称分布 可以用 然后一个平面上 像有这个Current Sheet通过的话 我们也可以用这个式子 那么螺线管 螺线环等等 都可以用H厂的 B厂H厂都可以用 不过有磁性物质 我们一定要用H厂的 那么用H厂的时候 我们知道 这个式子 我们知道 这个就说 你用H厂就是因为 这个时候的H厂 单单是由Current F就是Free Current的产生 那么它就不牵涉到 这个极化的 牵涉到磁化的电流 所以用牵涉到磁化电流 因为我们还不知道它是多大 所以你就不能用B厂 B厂就牵涉到磁化电流 用这个我们就可以直接来求H厂 那么像这种状况 通常都是在Divergent M 等于0的时候 Divergent B一定是0 如果Divergent M等于0的话 Divergent H才是0 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 当电流分布具有上述的对称性 就是圆柱对称 平面 电流分布在平面上面 或者是电流形成一个螺线管 或者螺线环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它的B0等于 算得某一个 就是说这个时候 算得某一个问题的磁场值 B等于这个 同样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有一个螺线管 螺线管 它本来是真空的 那你就算出 它有B厂 对不对 B厂就等于这个值 有了B厂 你就可以算它的H厂 或者有了H厂 你就可以算它的B厂 对不对 H厂就说 你先有电流 算H厂再算B厂 如果同样这个螺线管 它里头装的是 顺持物质 或者是反持物质 你装进去 装进去 那么这个里头的这个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你算出它的H厂 H厂还是跟这个前面真空的时候算法是一样 那它的B厂就多了一个这个 看M而已 看M 就说它现在里头 因为它是某一种的磁性物质 磁性物质 它不是真空 真空的话 这个等于义 它现在不是真空 我们就可以用这样的式子来求 那我们现在再看 如果是像这样的一个电流分布 你知道B厂是这个 这是真空的时候 B灵就是代表 这是里头是真空的时候 就是螺线管 或者螺线环里头是真空的时候 你求出来是这个 假如说 我把这个真空的螺线管里头填满了某一种的顺持物质 或者螺线环里头填满了某一种顺持物质 它的这个KiM知道 或者是它的KappaM知道 那我就可以 我知道它真空是这个值 那这个时候我填了这种的磁性物质 我就可以在这个旁边 凡是有μ0的旁边 就多成一个KappaM 或者成一个μR 或者把μ0就换成μ 这个时候可以 这个时候可以 比如说我们磁性 环性是一个空气的螺线环 它的磁场 我们用高斯定律算出来是这个值 管内是这个 管外是这个 环性为线性物质的螺线环 如果它不是真空 是有线性物质的话 你只要把这个旁边 多成一个这个 或者多成一个KiM 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它是对称的 老师会点到下面去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磁内密度 真空里都算出来是这个 如果我们这个空间 同样的空间 但是它的介质不是真空 是某一种的磁性材料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把μ0的旁边 乘一个μr或者乘一个KiM 那就是说这个时候 因为你把整个换掉 整个换掉 那就是它的整个环境 跟前面是一样 只不过介质不一样 这样的 好 所以以后 就是我们一般来说 一般来说 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好了 讲到这里 我们下一次 下一次再看好了 是存在的时候 一般来说 我们是可以把μ0旁边 就乘上一个μr 或者乘上一个KiM 就可以了 好 现在我们就要看这个 H场的边界条件 H场 它的边界条件 比如说我们这里有个Current Sheet 它的Current Density是Kf 这个时候我们就用H场的安培定律 因为H场你要考虑这个边界条件 你要看看H场有什么特性 这个就是它的一个特性 好 那现在我们就在这里取一个A B C D 这个封闭的路径 因为这是一个封闭路径的积分 那我们就把这个H场 圆着这个A B C D 这个四个路径 A到B B到C C到D D到A 来积分 我们假许 我们假许A在这里 HB是这个 那么从A到B呢 H dot DL DL是这个方向 那就是H在这个方向的分量 乘上DL的积分 那就是H Sine Theta A 积分以后就变DL 这两边呢 因为T Approach is 0 我们假设 这个封闭路径的B C边跟AD边呢 都非常非常的窄 几乎变成0 所以我们才可以把上面这条路 跟下面这条路 好像叠在一起 然后塞到这个缝里头去 因为T等于0 所以这个就不要积分了 那这个呢 是H在DL的分量 它是HB Sine Theta B 不过方向跟DL相反 所以是个负的 积分就变成DL 这个是0 我们就把这个重写一下 变成这个式子 然后因为H的封闭路径积分 等于I encroach the F 那么就是通过这个路径所围成的这个面 The Frequent 那就是KF 成像这个长度了 KF是 电流密度 单位长度多少酷仁 那么你总共有DL长 我们就把这个式子 跟这个式子相等 大家把DL约掉 那就变成这样的式子 Sine A HA sine A 剪到HB sine B 要等于KF 那HA sine A 就是HA的Tangential Component HB sine B 所以我们这个式子 也可以把它写成这样的式子 那么我们把它写成向量式 更方便 就是说这个要注意 这个相当不是HA HB的相当 是HA的Tangential Component 跟HB的Tangential Component 可以等于KF cross N 为什么呢 因为KF在这里是朝这个方向 N是这个方向 所以你FKF cross N就是切线方向 就只在切线方向 因为这个 这两个是切线方向 切线方向才可以 那么我们说这个式子 有时候比B长的这个式子 更为有用 那么我们现在再看 另外一个 Divergent B 因为Divergent B等于0 所以Divergent H等于这个值 因为Divergent B是0了 所以它只剩下这一项 那就是说 经过这个Current Sheet Divergent B跟Divergent B有一个向量 我漏掉了 Magnetization B有这个关系 有这个关系 那么我们还是用Divergent B就是说 你可以做一个高丝面的 这个其实我们做过很多次 这个其实我们做过很多次 就好像我们以前做过这个 Electric Displacement Electric Displacement 像这个 从这里 从这里 这个封闭路 封闭面里头 钻进去的H 它的Normal Component 跟钻出来的H的Normal Component 这两个相连续 这两个相 如果Displacement是相连续 那这个不见得相连续 因为它是跟Magnetization 的Divergent是负好 所以说除非你Divergent M等于0 那么H的Normal Component 才相连续 否则的话这不相连续 它就是只有这个关系而已 好 现在我们就把前面这两个 结果呢 我们用这两个式子来表示 一个就是B B场的话 Normal Component相连续 Tangential Component 是等于这个 要看它的表面电流密度 是不是等于0 如果不等于0 就不相连续 那么我们可以把这样的一组 写成B A的向量 减成B B的向量 等于μ0 K cross N 因为K cross N我们刚刚讲过 K cross N是切线方向 所以切线方向的相等 那么它没有法线方向 因此这个法线方向呢 B A N减B B N就是0了 那么至于这个H场呢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这个式子是这样子 那么这是normal component Tangential Component 我们这里要注意 这是Tangential Component 这不是HA相量 减HB相量 是Tangential Component 那这个就是B场跟H场 它的连续条件 啊